星座和五行都會研究 又會研究什麼月亮星座上星星座 對呀 處女座是最準的 我想我唯一信的就是處女座 你男朋友是什麼星座 我跟他不是男女朋友的關係 Hello 我是孫海婷 聽說每個人身邊總會有一個星座專家 不知道你是否聰明 所以今天我就來到旺角 打算問大家對星座有多了解 有幾個看完說今天我會輸錢 打牌的時候說完輸錢之後 他會馬上說不打牌 有啦 反而男生為星座的女生 我經常問你信不信星座家 都想問什麼 星座和五行他們都會研究 什麼月亮星座上星星座 有些同學是可以幫你直接看 你的性格是怎樣 你的星座又是怎樣 你30歲之後又會變成怎樣 以前讀書就比較迷 看報紙就看每天星座 今天運程是怎樣 你會跟著他的工作來做嗎 我經常覺得看完之後 好像今天真的是這樣 我一向都是隔了 隔了好隔了 不隔了都不太相信 小時候會比較相信 現在反而不太相信 這個世界這麼多人 會留下12種性格 我自己也是不相信的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格 升了不可以判定這麼多個人 廚類 巨蟹座 你覺得不覺得他很麻煩嗎 都很麻煩 少少髒就要抹 蟹座有什麼特性的呢 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是對的 超感性的 看到人家哭我很想哭 我也想流淚 不知道為什麼 水瓶 你算不算電影的水瓶 應該算 因為我每次講一些話 有些朋友聽不明白 跟他們聊天 我講到一些話 他們聽不明白 我要再用一些很詳盡的話 講好才聽得明白 我是白羊座 活潑開朗熱情 之類的 想到就馬上去做 通常都不會想什麼 後果 然後做下去才發現 很多後果是自己承擔不了的 還有個人比較火爆 譬如我們之前說 一起去做一間Party Room 一個禮拜內就決定了 博取 做地方開 我也是金牛 我也是金牛 很固執 真的做一件事 如果打擾到他 他會很吵 但一定要做好自己 要做那件事 金牛做會覺得 有些東西自己對 然後就會堅持覺得自己對就對 繼續去做 他對錢很執著 很厲害的執著 每一元都要繼續 處女座 天蠍的 對方的性格 人很好 經常笑 很樂於做人 很樂於做人 我是天蠍的 天平座 每天吃什麼都很猶豫不決 選擇困難症 是會 他在猶豫很久 然後在想怎樣怎樣怎樣 不斷問 你男朋友什麼星座 我跟他不是男女朋友 有關係 但是曖昧的 算不算 算是 那他是什麼星座 天平座 可能會一起吃飯的時候 都很公平的 AA制 對 有點空門 祝你們早日一起 好厲害 好厲害 不是很喜歡天蠍座 就是我覺得他 經常都很小器 雙子很XX 雙子通常很XX 金牛座 金牛座太慢熱了 他做什麼都很慢 射手 我覺得射手 有種很囂的感覺 處女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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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令人感受 做的事 他很有潔癖 做到最好為止 有多要求 他經常會挑剔 哪個地方又不好去 不想去 總之就是很麻煩的人 聽完林家謙首歌 就覺得處女座應該也是這樣 挑剔的結果 人間有人 還挑剔過我 看來最多人最不喜歡 都是處女座 不知道有沒有處女座的朋友 要在下面平反一下 記得在我們這裏 留個comment 還有記得like 和subscribe我們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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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我按上去 如果為了 我安逢 你不小心 還可以 我安逢 我的 Gesellschaft 都不能夠 我也是 不小心 我會自己